我之前看到了盲堆的汉木 里面出土了很多的漆木器 上面的彩绘 颜色 还有它的漆物的造型 几千年了 保存到现在还能那么的鲜艳 因为我是学工业设计出身的 刚好我也喜欢手工 专门学习拜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比健老师 向他学习厨师漆 修饰机 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我们说的大漆 这个漆不是我们生活中的 涂链的那种化学漆 然后我们这个大漆 是从树上割下来的 大家现在看到我们很多漆漆的表面 光鲜亮丽 温润如玉 事实上呢 我们大漆有很多的工艺 我们从木鲜的选择上面 要选择那种中性木材 不容易开裂 还要放几年之后 才能去用 上面去包一层布 然后布就像钢筋混击土一样 这样让其他不容易开裂 在上面去刮灰 一层灰一层灰的去添加 直到表面开始平整了之后 表面刷上那个我们喜欢的颜色 还要打磨 手工去抛光 我们再去上面增加彩绘 从一个胚胎到一个成品 少则三四个月 多则数年 制作工序很复杂 做起来也很枯燥 成本很高 它相对来说 跟我们生活有一点脱节 所以我就增加了我的想法 作品里边都会增加我的设计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酒器 都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的 代表性的松丝绿 珠红 点缀 用真正的瓜子 做了瓜子的吊坠 最简单的颜色 最极简的设计 然后突出大漆 本身的那个质感 我不希望七七 这种几千年的手艺 只能停在博物馆 我希望大漆 可以进入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 符合更多的应用场景 让古老的工艺 焕然一新